杜教官 你到底是来换药的 还是来找麻烦的 你要是来换药 我就帮你换 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呢 我说我很多次了 我要李医生帮我换药 李医生正在给重伤炎做手术 我说我很多次了 我说我很多次了 那我等他 我看你就是来找麻烦的 警官员 到 他是来捣乱的 给他赶出去 愣着干什么呀 扶他出去 赶 住手 我来 陆婷婷你到底想干吗 刚做完手术累了吧 来 过来休息一下 你们出去去 好吧 走 真没想到 能在这儿遇见你 这些年里过得好吗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别再提了好吗 忍不来 快 你要是想换药就坐下 国英 给他换药 你看рать 你很多人都没了 请我来 赶上去 你还要不要 你还要不要 我这家人都乱了 你还要干吗 你还要干吗 我是有事求你 求我 这不你救了大家一命吗 现在上上下下 都特别地感激你 但是领导因为你要走的事情 要处分杨志华 既然你有心救大家 你也不希望杨志华受处分吧 你们当初不是都希望我走吗 杨志华可真行 逞英雄的时候冲在前 求人的时候 就打发自己媳妇来了 他可真可以啊 这件事我没告诉杨志华 是我自己偷着来的 你能不能帮他 我帮过他了 那天晚上我救他们 就是帮他 但至于这次处分 那与我无关哪 好 既然你这么说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就当我没来过 等等 可你毕竟是来了 好吧 我可以答应你 我不走了 但不是因为杨志华 至于给不给处分 那是你们政委的事 杜庆明 杜庆明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在八路军 见到了一叶思念的李木兰 战场上失利的苦闷 在八路军所遭遇的种种不如愿 统统统逃到脑后 李木兰就是化解这一切的良药 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生活中的光明和希望 他决定留下来 最后的意识 我怕得 furn过 朗普 你有一个搞护 给你 sex 您是不是 怎么样 你 你 来 装网 你 知道 just 我 哎 这下个惨喽 没教官 还训练干屁呀 小兄弟 要我说吧 这事儿都赖你 你说你没事儿 摔完教官大打个干嘛呀 朱乐天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怎么了 你怎么金把屎盆 那往别人身上扣 哎 说完我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前几天在训练场上 是你们惹教官生气 他才走的 现在怨我 你讲不讲理呢 不是 我怎么不讲理呢 那你虽然大喇叭还有理呢 我帅他喇叭他走了吗 是不是你们欺负他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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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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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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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不说话了 这是董的手规矩了是不是 你们好好回答我啊 还想不想请杜教官给咱们上课 行 行 这 大点声啊 杜教官没听清楚啊 请杜教官聊下来啊 继续给我们上课 可以上课了 是吗 是吗 先生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进行 正规的泡兵训练 真是奇了怪 这帮小子今天还挺踏实 你要用什么招了 军指机密 同学们 今天给你们介绍两种 我们炮兵重要的测量工具 一个就是这个炮对镜 另一个它叫方向盘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炮对镜 炮对镜是我们炮兵的 重要测量工具 它有两个单目镜筒 组成的双筒潜望镜 炮对镜的主要功能 是观察战场 你没有觉得 杜教官这种专业的理论课 咱们的战士很难理解 你不是也常说吗 这炮兵测量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呀 你可是扶龙之毕业的啊 这点你不会不知道 行啊 咱们炮兵的工具水平就是有点差 杜新明的理论课 战士不难以理解 这是个问题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队长 你 你真的愿意把用鞋测量距离 和开炮角度的密集 传授给我们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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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咱队长开炮吧 技能 大家见识过吗 见识过吗 再跟你们说个秘密 咱队长啊 以前就是靠着一双鞋 测汇距离 那大败杜教官那正规不对 是 是 是 别说话 别说话 队长 你是怎么做到的 快教教我们 教教我们 是 是 快点说啊 队长 听长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每个人 对自己身上 哪个部位的尺寸最了解 身高 你怎么管啊 走走走 你说得没错 身高 但是身高能当标识吗 那 那不能 不能 不能 虽然是知道 但是自己眼睛看不见 对对对 身高应该不能用尾做标尺 对 还有啊 胸围 腰围 绣长 头围 你们都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吧 但是你们每个人穿多大马的鞋 自己都清楚吗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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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自己身上的鞋 就是最便捷的标尺 因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们每个人自己 才知道你们穿多大马的鞋 还有 鞋跟着你 你走到哪儿 他就走到哪儿 所以每个人 每个人自己的标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可以用他 来测量火炮的角度以方向 来 把鞋都拖下来 我教你们 快 大家试试试 走 杨志伯 你干什么呢 什么呀这是 杨志伯 怎么了 你干什么呀 你自己拿双破钱苗锥也就算了 你现在把整个 抛兵队的战士 都带着了跟你一样 你这下干什么 这不落叹琴吗 别嚷嚷 我都那么不明白 我这双破鞋怎么了 当初我就是用这双破鞋 打中了你们的阵地 对不对 还有啊 把你们军旗打掉了 我也是用到我这双破鞋 杨正好 你自己怎么干 我没心思干涉 但我现在是 抛兵队的教官 你请我来当教官 你就得听我的指挥 杨正好 你以为用你的土办法 会训练出来的吗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如果按你那土方法训练 那他们永远是对土鳖 不是专业队伍 还想跟支野生涵打仗 做梦去吧 我原本不想跟你说吧 既然今天把话 说到这份上 连土鳖都出来了 那我就跟你说说 你那理论课 我的战士们都听不懂 你不是因为别的啊 因为我的战士都是土鳖 所以他听不懂 听不懂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你是国民党的团作 我们这帮土编 没法跟您沟通 怕你行了吧 而且我告诉你啊 我是利用你 你给我那战士上完课的 闲暇时间 我给他们补课 你非得不感谢我 你 那也不行 炮兵什么兵种 特殊兵种 是不是都有炮兵的样子 如果永远按你那个 外面鞋道取军练 那不乱了套了 你以为你在帮助他们啊 你在害他们 永远让他们原地踏步 得不到掌尽 只要能打中鬼子 再土的办法也是好办法 那如果总有那种土办法 那你请我来干什么 你这理论课也并不是不重要 我是这么想的 用你的理论课 和我这土办法的相互一结合 请不认课 鉴于最近我们在华北山西战场 对中国军队作战不顺利 天皇的陆军部 已经多次下达严厉的命令 令我们在入冬之前 必须针对中国军队 取得一场大规模战役的胜利 一阵军心 战役的第一阶段 司内中将决心积极优质兵力 消灭戴线周边的八路军部队 主要是针对华北八路军独立旅 职业军 景天军 八路军独立旅 与你们多次交战 之前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 但是这一次的战斗 从我到西韦大将 都决心一战 消灭八路军独立旅 木兰 同志 这是手术室 里面正在做手术 请你不要打扰他们好吗 木兰 同志 我跟你说了 里面正在做一个重要的手术 别在这儿烦我 怎么说话呢你 我让你走开 不是 这是怎么这样 木兰 东清明 你干吗呀你 你疯了吗你 对不起 我以为你在躲着我呢 我干吗要躲着你啊 我在工作呢 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 木兰姐 不好了 伤员的血止不住了 快去拿止血药啊 止血药用完了 拿一些绷带 还有止血钱 快 好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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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偷懒啊 是 大哥 你白长那么大个儿啊 使劲点擦呀 咱得把这大炮啊 擦得跟杜教官说那个 咋说来着 一尘不染 对 一尘不染 王铁头 就你一天脏兮兮的 你看看你自己 还没炮弹干净呢 你 你还一尘不染 想啥想啥想啥 我脏兮兮咋了 我脏兮兮 我也得把大炮擦干净 知道为啥不 因为这是咱宝贝疙瘩 莫兰姐 别走了啊 莫兰姐 您咋来了 找我们队长是吧 你没在 不是 铁头 我去找你 找我 找我啥事啊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谁欺负你 你跟我说啊 莫兰姐 你是我前嫂子 你的事那就是我的事 铁头 你以后别乱叫了 我现在跟你们杨队长 只是战友关系 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个事 这杜清明 到你们炮兵队 到底干吗来了 干啥呀 当教官 好 那既然是当教官 你帮我转告杨志华 以后让杜清明啊 多点心思花在学习 工作和教学上面 别老往我们卫生队跑 你说这影响不好 不说吧 关键是完全已经 影响到我的工作和学习了 咋的 这杜清明还找你去了 你只管带话就好了 你去忙吧 我先走了 明天到我办公室 来 在这个防区内 你们和中国军队交手次数最多 我想听听你们对中国军队的分析 师团长 在我的防区内 对帝国部队构成威胁的部队有两支 一支是国民党的新二师 另一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 八路军独立旅 两支军队的战斗都很强悍 其二师使用的是德式装备 拥有七十五毫米步兵炮 但说武器装备 要优于我帝国军队 而八路军就不同了 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劣质 没有火炮 只有爬击炮 甚至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 汗阳兵工厂制造的部强 但是 他们的指挥官非常灵活 他们能够在战场上 根据不同的形式 而制定出新的计划 并且 他们士兵的意志非常顽强 看来 八路军真是我们的劲敌 这些人都不想要 到底什么事啊 大警察怪的 闭嘴 啥个别问 不是 到底干嘛去啊 带你见个人 见谁啊 走 这几个你就知道 你这干什么呀 说说吧 你这干什么呀 行了 今天人都到齐了 咱们就在这儿打开天窗 说亮话 说什么说呀 说什么说呀 今天人都到齐了 有什么事能不能回家说呀 不是这是办公的地方 不是你拉家常的地方吗 这地方怎么就不能说了呢 是你不想在这儿说呀 还是你觉得他在这儿 会觉得尴尬 杨志华 你到现在还惦着他 你是不是到现在心里 还有着他呢 说什么呢 回家 我不走 你也别想走 你让开 不让 杨志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想什么呢 这些年你压根就没看上我 你心里一直想着别人呢 现在好了 他回来了 有什么事啊 你就在这儿说清楚 省得在我背后 干那偷偷摸摸的事 我做什么 偷偷摸摸的事呢 你这是瞎说啊 你给我一转啊 你给我让开 你让让我走今天啊 不让 主任 我觉得你对我 跟杨队长之间 是有误会的 我们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我们在一起生活过六年 有一个儿子 这是事实 但是现在你才是他的妻子 他选择一起生活的人是你 你又何必 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呢 不是我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 是自从你们俩重逢那天开始 他就变了 他心就飞到你那儿去了 邓雨萍 你说什么呢你 什么飞到他那儿去了 你自己想想 你 你说这话 是一个革命干部 嘴里边说出来的话吗 让不让开 我不让杨志华 你今天就不能走 让不让开 我就不让你走 你闹是吧 行 行了 杨志华 你闹啊 你就在这儿闹 我今天看你能闹成什么样 杨志华 你现在行了呀 你升了官儿底气足了 你就容不得别人说你不是了 是不是 既然这样 是我错了 全部都是我的错 杨志华 咱俩成亲的时候问过你 是不是因为可怜我 才娶我的 你当时怎么回答的 现在倒好 我成了你们的爱角石了 是不是 既然你忘不了他 那行 我走 我带着山河走得远远的 我给你们疼地方 我不让你 我就让你们俩在一起了 行不行 邓主任 邓主任 如果你今天叫我来 是看你们两个人吵架的 那就没这个必要了 这是你们夫妻 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我一个外人在这儿不合适 我先走了 不行 你别走 你今天必须当着我的面 把话说清楚 你们俩现在重逢了 是不是想继续在一起啊 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邓主任 你想多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我不想跟你解释 你不想解释 不想解释也得解释 你过来 你当着杨志华的面 把这件事给我解释清楚 不是 你到底想 你们俩怎么想的 好 我解释 我解释 如果你觉得 我跟杨队长之间 还有关系的话 那就是 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仅此而已 他拦开孩子 不能拒绝他 其他的事情 你大可以放心 我现在就想跟我的小华 好好地过日子 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 灵兰 你说的是真心话 邓主任 杨志华现在是你的丈夫 你守着一个爱你的男人 但却不相信他 你觉得这么做有意思吗 来 从咱俩结婚那天起 我什么时候三心二意 你不负责任了 那个 你放心吧 你永远是我的妻子 陈和 永远是我的儿子 回家不回家 你不负责任了 这情报上说呀 日军又要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而且主要目标 就是我们的独立旅呀 你这帮小鬼子 还真给咱们叫上劲呢 同志各团 做好备战的准备 补充武器弹药 有意 武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锦 我们还是拖在一圈木须的 小猫 过头 没什么 没什么 大护人的小鬼子 炮刀的还可以拽 打 不害人的 大佐阁下 您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 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 纯步佩服不已 没有什么值得佩服的 如果我的对手很强 会促使我 发挥更大的能力 没有什么值得佩服的 去对付他们 只可惜我的炮口 对着的是一群不专业的人 他们连穿军装的资格都没有 简直就是一群误号之争 整个山西战场 只有杨志华和杜清明 才是我的对手 您说得对 请你通报景天大佐 我们的炮兵 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炮火攻击 快过去 二阳一定要插进去 会能含糊 小鬼子炮火 很猛嘛 好 报告旅长 说 小鬼子第三轮冲锋 又被三十三台打退了 但炮火猛烈 正面李华斌 他们已经快顶不住了 这没想到 这鬼子的一个连队 怎么配备这么强大的活力呢 我们的炮子 杨志华呢 在什么地方 告诉杨志华 叫他把敌人的炮火 给我押下去 是 哎呀 队长 旅长刚下命令 让咱们对鬼子的炮兵 进行压制 让丁团长咱们松口气 这不完全是扯淡吗 陈小五 队长 好 快点 测算一下 一连阵地的准确坐标 测咱自己的坐标 让你去游戏 快点 是 给我接丁团长 是 喝了 喂 丁团长 你赶紧让李华斌的一连 撤离阵地 什么 杨志华 你他娘子 是不是让小鬼子的炮火 也真傻了 老子的一连伤亡过半 好不容易才保住这块阵地 旅长让你给我提供火力支援 你现在让我撤 你他娘子到底是支援我 还是支援鬼子呀 哎 我说啊 能不能等我输完了你再骂呀 啊 这鬼子全是中炮 我就这么挤门炮 我干对我鬼子吗 你让李华斌的一连撤离阵地 等小鬼子一上来 我的火炮 冲着一连的阵地一吞轰 你想想 咱们能拿多大的鱼啊 你是团长 这事还有我教你啊 就你他娘子鬼术一多 好 六分钟以后 一连马上撤队 让所有战士准备 好 准备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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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炮打得太凶了 咱们的战兴上网过班 这要下去不行啊 团长把主攻阵地交给咱一连 那是相信咱们 就算只剩一个人 咱们也得手足阵地 好 李先生 团长有令 一连战士全部推出 冲击阵地 推手 彻翼阵地 什么 再说一遍 团长说 让你赶快推手 彻翼阵地 团长说 让你赶快 彻手彻翼阵地 撤 一连战 撤 同志全民 消耗救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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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大佐 在我军队蒙内功绩下 已攻破天人的千言阵地 好 命令 全部出击 把大日本帝国的军旗 插到八路军的阵地上 是 队长 小官能上阵地了 好 都听好了 照着一连阵地 给我狠狠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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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军队 军队 你在看着我们的士兵送死吗 你还在等什么 你在看我的消化吗 金队军 你非常不了解中国人 中国人有句话 蛾如虎血淹得虎子 你占领了阵地牺牲 是难免的 可是八路军的炮尉 已经暴露给了我们 你放心 很快你就会看到 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八路军事好惹的吗 想从咱们俭屏的底部 得留些买路去 对 轰 给我喊分的轰 都说这小鬼子鬼精鬼精的 这不也一个脑袋 去一个窟窿吗 丢块骨头 他也招着上当 杨正华 不能大意啊 你别忘了 咱们的对手是枝野胜男 他可没那么好对手 我打的就是枝野胜男 我打别的小鬼子 都怕别人说我欺负他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小鬼子的步兵 已经乱了阵脚了 只要咱们再坚持五分钟 他们这次进攻 就功亏一篑了 看这炮堤小鬼子 真是过瘾 都没有 好 出来 他没关系 杨正华 我们的炮位已经暴露了 得赶快下命令转移啊 为什么呢 咱们那炮兵阵地的位置 很隐蔽 而且呢 是炮雇他们最佳的位置 而且呢 是炮红他们最佳的位置 再牵一仗 我就吃过他的大亏 我损失惨除 这是前车之鉴 老杨 赶紧变换炮位 前车之鉴不可不放 够日的杨志华 怎么回事啊 这炮刚开了几发 就没事了 同志们 我讲两句 咱们的大部队现在转移 我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死守住阵地 给大部队转移 多争取时间 咱们要死 也得拿着小鬼子做颠备了 好 是 准备战斗 报告大苏阁下 这是安宁吩咐之后 我计算出来的 敌人炮兵阵地的居体坐镖 请过目 你会看 读乎 敌人炮兵阵地的 似乎 敌人炮兵阵地的 淳部长官 请下令 你先让开 我亲自来 马上下命令转移吧 所有人 转移 快 转移 快 走 快 转移 よーい 退 特 走 撤 推不动 跌头 快跑 对着 咱的虎伪大炮 冰 哭什么呀 人命重要还是炮重要 严队长 大部队成功转移 事不下令 让你不撤退 好 准备撤了 等等 等等 撤什么撤啊 李华兵所有的人 都在阵地上呢 咱们撤了 他们没有炮兵支援的话 他们都得会死的 杨世华 你冷静点好了 你考虑过吗 眼下我们就拼尽全力去救他们 也未必能救得了他们 没准 还得让我们炮兵部队遭受灭顶之灾 你必须劝恒得实了 战场上总队有牺牲吧 牺牲布兵 培养一个炮兵多不容易 你最清楚 你看看他们 这些都是你培养出来的炮兵啊 你舍得他们哪个去牺牲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你这华翔做买卖啊 这是打仗不是做买卖 炮兵的命就比布兵值钱吗 我说的是事实 李华兵是咱们的同学 同创之仪 不救他吗 看着死吗 我首先是个军人 军人最忌讳的就是赶紧有事 那我想问问 要是黄振涛呢 要是黄振涛在前面 你也不救他吗 这是两码石 第一 你的炮位已经暴露 所以必须撤离 第二 因为你刚才的时宜 已经损失了几枚帮 如果接下来 再因为你错误的指挥 再让我们的炮兵 师兵牺牲 我作为教官 第一个就不会饶了你 我 我同意独家官的意见 马上撤退 快撤吧 弟兄弟 李华兵所有的战士 都在前面呢 你们说说 咱们应该怎么办 去救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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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样的 炮火兵队没有闹肿 所有人挺我命的 杨主 你这是在犯错 但我愿意陪你去 我也陪你 出发 来 跑车 快 快 李华兵 李华兵 被子弹了 我认了 我也被子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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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医长 大部队成功转移 你们除此完成掩护任务 团长让我通知你们 马上要组织车队 太好了 可这回想撤 也撤不了了 同志们 咱们的弹药不够了 大家还怕吗 不怕 好样的 咱们就是用鸭 也要咬住鬼子 弓弓大伙死在一起直了 弟兄们 上次都 我们被跟小鬼子劈了 走 就已经暴露在火力点 只有你杨志华 要这个胆子 志野胜男 不会想到吧 我来小绝 好 赵家 叶春兰 你们两个各负责一门炮 乐天大哥 你们两个负责甜蛋啊 把平常训练的力气 给我使出来 是 你们八路军的主力 已经转移了 只要大炮一下 就是我们跟志野胜男的 炮兵部队的较量 怎么样 你有信心吗 瞧你说的 有你 还有老陈子 志野就能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